駕駛開車不專心 拿起手機講電話 系統發出警示 或者累了打盾 疲勞偵測 立刻做出提醒 开车上路 与前方车辆达到一定车距 方正洪框出现 这是碰撞警告系统 没看到其实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那这个如果无论给人 或给自动驾驶看 他都可以发现前面有一个物体 那可以做一些动作 隧道口内外明暗度差距大 透过晶片设计让功能升级 以上举的这些例子 都是为了降低事故发生 汽车在移动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跑到 例如说负四十度 甚至有更高温的情况下 所以他两边面临的问题 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也就是说汽车的影像 其实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不会沿汽车影像设计挑战大 耐得住高低温 就是一大考验 透过这部机台 以进行晶片的恒温恒湿试验 不同环境考量 有可能从零下四十度 到高温一百二十度 模拟各种像人行走跑步的各种行为 然后模拟实际上是运动相机的实际的使用状况 另一间实验室则要测试镜头影像的稳定性 或判断颜色饱和度画质等细节 至于这颗叫做积分球能将影像的暗角 补足光线以达到均匀的目的 IC需要配合软体 然后才能一起运作 那配合软体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利用这台机器 那我们需要有记忆体 记忆体就把它放在这里 那像我需要储存嘛 储存的话我们就是 可能就是SD卡 指甲般大小的晶片 透过一系列的实验检测 就是为了把关影像品质 这家AI影像晶片设计公司 已经生产销售超过上亿颗系统晶片 从数位相机晶片起家 Sony 卡销 妮控等国际大厂 都是客户 如今还打进双B车厂 一当年眼神忍不住闪闪发光 他是许英伟担任研发工程师 超过三十年 因为数位相机曾经风靡一时 他原本待在公司的多媒体部门 因应趋势 老板出资再开一家新公司 专注影像处理器的IC设计 他成了负责人之一 见证数位相机的巅峰时代 我们做数位相机 其实数位相机的时候 那时候面对的大厂 其实都是日系的这种 国际影像品牌大厂 包含Nikon Sony Panasonic 其实这些国际大厂 他的要求就已经非常严格了 不少大厂都是合作商 让他们打响名号 业绩亮点 不料随着时代浪潮演进 当年的赚钱金基姆 却让公司的账面出现尺字 大家如果记得2010年 贾博士把iPhone拿出来 Sony的总裁曾经讲过 2024年 Smartphone可能甚至会取代 单眼相机 所以说这个整个产业的变化 其实我们也满满感受到 智慧型手机逐渐普及 数位相机成为时代的眼泪 一度苦吞三亿损失 也让许英伟的团队痛定思透 寻找新解方 同样以影像晶片为设计出发 转工车用市场 东北亚的日韩的partner非常多 因为其实像日本韩国 他们其实 他们也衔接欧洲 美国的一些车厂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是先从 这些日韩的一些合作伙伴 他们认可了我们的影像 还有产品的技术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有机会 去接触到这一块 过往客户背书助攻 加上对市场的剖析 转向需求日益提升的 行车记录器 但起步晚只能寻求突破点 将影像处理晶片 结合人工智慧 让行车记录器不只是记录 差异化图为 目前在行车记录器市场 占有率将近百分之十七 排名全球第一 北美的客户 他们不太喜欢把 这种属于隐私的东西放在家里 他们反而喜欢把它放在户外 那放在户外有一个问题 就是拉线很麻烦 电供电的问题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 变成一个电池 电池可以操作 就吸附在户外上面 他拿起来 这里面的电池 可以放半年 那那他就像这样 整个这样吸附上去就好 所以安装非常容易 除了切进车用领域 应用触角持续延伸 近期更打进智慧居家监控 成功进入美国安防市场 未来对影像的蓝图薄画 还会玩 就跟最近Chad GPT这么红 他其实就是要协助人类 做一些平常就是 regular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把这些影像取代 取代人眼去做一些 可以让机器协助人类 IC设计研巴与时俱进 智力弥补人类缺点 让AI影像 便利生活 化身视觉 守护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